樱桃刘以豪新剧开播没几天 在观众催促下终于亲上了 一向成熟稳重的康紫尤 也紧张地放心乱跳 而聂允泽显然没亲够 还想继续亲时 却被康紫尤笑着躲开了 拿起包躲进了卫生间 此时他的心还在扑通扑通乱跳 而聂允泽嘴巴也在不停地抽搐 为了鼓足勇气拿下康紫尤 聂允泽干了一口红酒壮胆 紧张地走到卫生间门口表白 康紫尤 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心动的女人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告白 刚才呢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结尾 如果未来我们在一起的话 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因为我相信 真正重要的东西要留给 真正心爱的女人 康紫尤 我喜欢你 聂允泽等了很久康紫尤都没做声 他想敲门又停下了手 叫了声康紫尤他也没回答 聂允泽刚转身准备离开时 康紫尤走了出来 是受到了康紫尤前夫的刺激 在他母亲的演出会上 本以为是次浪漫的约会 没想到康紫尤把票给了郑琼 而康紫尤也在演出结束时才姗姗来迟 随后 我们之所以会合作呢是因为他是我前夫 显然这一句是多余的 聂允泽微笑地看着康紫尤 接着又一脸不爽地看了眼郑琼 离开时郑琼又博弈一刀 聂允泽酸溜地说 随后又好奇康紫尤喜欢郑琼哪一点 康紫尤没好气地叹了口气 聂允泽这次反应过来 康紫尤是在形容自己 这算妥妥的暗示吗 聂允泽好奇康紫尤的厨艺 因此还用掉了一个愿望 可康紫尤做的红烧肉 从聂允泽皱着的眉头就知道很难吃 但他还是咽了下去 还夸着肉十分好吃 但就是太甜了 康紫尤尝了一块根本就不甜 康紫尤尤